尊敬的灵修者们请注意 我们正在乘搭的2023年班次列车 已经到站 时间飞逝 一眨眼就过去了一日 回头望已经过去了一整年 来过年的日子也越来越近 在这一年里面 我们面对了疫灾危害后 造成空破破壳 百物涨大 以及百业蕭调的局面 还有各种务场变化的考验 进而构成了一场 又一场生活艰辛的挑战 在这些人生磨砺的体会中 有失去 有收获 有遗憾 有成长 也有释怀 当中 坎坷也罢 顺利也好 无论过去发生了 几多不然的事情 这些度过的每一刻时光 都没有虚度的光阴 也没有浪费的生命 因为它是帮助我们的心灵 经历磨砺 以活得成长的过程 然而在这一年碎热的磨砺中 即有欢笑 即有欢笑 亦有泪水 但我心感 碎落了缘少人旗 无论是举手之路 还是滴水之恩 我会敏记那些帮助和信任我的人 感激他们令我在这一年里面 能够脚踏实地地坚持前行 我感恩那些成蒙后爱的人 令我在这些磨砺的考验中 变得更加坚强 从而令心灵活得成长 因此在这里 我冲心足现大家 亦能够在这些磨砺中 利用人生的意义 活得心灵的成长 随着岁月的推移 人生越活越有价值 亦能够重庸自在 懂得嫁而心智 放低一切不如予的过去 以平和的心态 带着愉快的心情 一起迎接 2024年的长隆缘绥号 高速列车的队 然2024年 长隆缘绥的江林 令大家接纳 幽默的氛围 融入家门 合家吉祥 欢乐与爱河 最后 再次 空心地祝愿大家 在人生灵兽的磨砺中 坚强 koliv 那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